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蓝魔说影集系列 今天我们来看越狱风云第一季的第十五集吧 上一集说到啊,男主哥的时辰已到 故事开始,男主哥被绑在电影上,等待及时用刑 在等待的当儿啊,男主哥竟然看到失踪多年的跌跌 也就是男主和男主哥的爸爸啦 好了,男主哥的死刑一触即发,用刑却突然停止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典语长解释说啊,法官在最后一刻突然接收到神秘人寄来的新证据 于是死刑日便延迟了,男主哥并没有死 但这神秘人到底是谁呢?就暂且不得而知啦 男主哥告诉男主他看见了爹爹,但理性的男主说 爹爹在多年前就已经抛弃他们兄弟俩 一直不闻不问,怎么会在最后的罐头出现呢? 一定是错觉啦 有了新的证据,男主哥的死刑日延迟了两个星期 这段时间内将进行副总统弟弟尸体检验 查看死者是否就是副总统弟弟,还是另有他人 尸体的检验开始咯 所谓副总统弟弟的尸体啊 下葬时使用了环保下葬 就是不使用防腐剂什么的 目的就是不让尸体被辨认出来啊 而那尸体已经烂得不能再烂了 唯一的辨识方法就是牙齿鉴定了 发一把尸体牙齿取出来 和副总统弟弟的DNA做比对 法克竟然完全吻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管怎样啊 男主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重新拟定新的陶育计划咯 男主通过身上的纹身 来寻找新的陶育路线 痴情男子和紫衣问说 你不记得自己的计划吗? 男主回答说 陶育路线监狱构造什么的多不胜数 要背下所有的细节就等同于被百科悬殊一般 就算聪明如男主也不可能办到啊 我有靠纹身才能记得 好了 男主找到了新的陶育路线 男主称它为自杀路线 此话何解呢? 原来啊 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医务室 那就是经过监狱的神经病区 而要去到神经病区啊 则必须在空旷的草场上行走 基本上啊从储藏室挖的地洞 将通往空旷的草场 再通往精神病区 最后才能去到医务室 先不说精神病区有多复杂 那空旷的草场四方都有狱警监视塔 只要有囚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 狱警将隔杀误论 不管怎样 男主还是得试试 男主必须在深夜下地洞 走一走这自杀路线 来测试这计划的可行性 刺青男子汉啊 他有个办法 他向监狱里的同乡 接来了一件狱警穿的制服 只要穿上制服 男主就可以避开巡逻预警的注意了 至于男主身上的纹身啊 就是精神病区地下管道的路线图啦 哦原来啊 很久很久以前 地下管道都是用签做的 但研究发现啊 签对人体不好 就换了铜管 近几年来啊 又换成了工业塑料管 而旧的管道并没有被拆除 因为拆除费用太高了 所以啊 现在总共有三层管道 没有纹身路线图 男主很容易会迷失在管道里面的 一切准备就绪 男主进入洞洞去了 男主穿上借来的预警制服 在空旷的操场上行走 干着铁一般的蛋蛋 男主除了聪明啊 胆量也不是盖的 男主成功进入精神病区 好好的检测一番 虽然有些危机啊 但预警制服和男主的才智 都成功地让他化险为夷了 男主大功告成要回去牢房时 却好死不死 在地下管他巧遇一个偷喝酒偷懒惰的预警 男主为了不被发现啊 一步步地向后退 后方无路可走 只有滚烫的喉管 男主别无他法 也只要强忍疼痛 男主背不背 烫得惨不忍睹 男主总算没有被发现 成功地回到牢房 男主身上的制服都受到高温 早就和男主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尽管男主疼痛难耐 但总不能穿着预警制服 到处嚣张吧 也只要叫刺青男子 脱掉身上的制服 我操 看着感觉就疼死了 男主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身在医务室 女医生告诉男主说 他伤势太严重了 没有办法也只好帮他做手术 男主听了一惊 大事不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另外 男主无端端受伤 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是刺青男子汉咯 刺青男子汉解释说 男主早上还没有被关进牢房前 神色就已经有点不对劲了 搞不好是其他人早就对他动手了 而女医生为男主动手术时 发现男主受伤的皮肤里 竟然有预警制服的布料 单纯的女医生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怀疑男主受伤 是因为有预警动用私刑 就这样 这件事总算瞒天过海咯 之前啊 男主得知女医生为他动手术 这到底是竟一条毛啊 好了 男主被送回牢房 脱掉上衣 解开包扎 定睛一看 法克 用来从精神病去通往医务室的路线蓝图 也就是伙伴们逃逸的路线 竟然被烫没了 哇靠 这自杀路线原本就有够麻烦的了 这下子没有了路线蓝图 岂不是难上加难 男主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下一集见分晓吧 如果喜欢的话大大力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